欢迎各位今天早上来到无缘参加 新亚跟Julie Visamee共同合办的第一天的议程 那这个除了是整个Julie Visamee活动的一部分之外 也是新亚今年最重要的年度活动 就是升格十年的论坛 那新亚每一年都会挑一个主题 在年底的时候跟大家聊一聊说 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主题是重要的 那在这个主题里面跟在地的关系是什么 这一次会挑升格十年是因为 台南县市在2010年的时候 就是通过合并升格 然后就开始 不好意思我站得不够过来 然后就开始进入了这个合并的过程 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那我们其实很想知道说 因为我们人就是很习惯五啊十啊 就会有一个周年纪念这样 但我们特别希望在升格十年的 这一年谈的题目 今天早上跟下午 新亚特别自己主动挑了两个题目 第一个是今天早上的 就是台南到底在这十年是不是一个青年移居的城市 移居城市这个是我们的市府 常常在拿出来做城市外交的宣传的时候 常常使用的一个字眼 移居大概有两种移居 第一种是适宜居住 第二种是移动来这边居住 甚至是移动出这边居住 那等一下我们的两位讲者 一位是台湾老公正线的贫穷研究室主任 宏敬书另外一位是 新云社大的文艳 他们这两位会从不同的观点来谈 青年在台南到底是适合移入 还是应该要移出 另外在这两个时间 这两个讲者的时间之外呢 我们会有大概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尽量尽量会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可以在现场请大家提出 你们对于两位讲者的想法 跟你们自己对这个题目的想法 那今天很高兴谈谈谈市政府研考会 有派科长来这边 那如果说各位对市府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有什么样的疑惑的话 也许等一下科长有时间 可以帮我们回应一下 那我们就直接 因为时间关系 这个场次到11点一定要结束 因为11点马上就紧接了下一个议程 那这个演讲的过程当中 如果要上洗手间的话 洗手间在后方的左侧 那就是如果说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都会建议说 就是等到演讲都讲完之后 朱长讲完之后再一次提出 那我们是不是就先欢迎静叔上台 跟我们分享 好 不好意思 我还是脱口罩 因为觉得戴口罩呼吸不顺 好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做一些 有关于台南市 欣雅给的题目 就是台南市到底是不是一个青年宇居的一个城市 那我想作为一个从大学就北漂到现在的 回来台南每年大概一年两次这种状态 其实我对于台南的这一段时间的发展的感受 也许都没有在底下 各位居住在台南这么久的人这么深刻 不过我想其实 我们台湾劳工阵线长期来一直着重的 就是在劳动的议题 还有劳动权益上 所以我想其实也许我们移居这一块 可以从劳动这个角度来做一些评估 我想这个评估 其实我会用大量使用官方的数据 来做一个比较平等的一个探讨 好 那我想时间有限 我就事不及时赶快进到 那今天的题目其实会谈的是 青年发展的必须 那我想其实青年发展到底什么叫青年发展 那这几个是我个人的想法 也就是说你要让一个地方能够吸引到青年进来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这里它一定要有一个收入 而且相对是一个稳定的收入 这样的一个稳定收入 基本上会反映的是这个地方的就业状态 到底适不适合 而且是如果我们锁定在青年的话 它是不是吸引了青年的就业机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第二个 这个地方人住下来之后一定会在这里有消费 那这个地方的消费的环境 跟他的所得之间到底有没有办法让他能够得到一个安全感 如果我今天的收入不稳定 但是我的消费相对的又支出越来越多的时候 对于这个青年或者是整个家庭 他就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可能不是酒呆的状态 所以可能就会往外移动 所以其实这两块如果取得某一个阶段的平衡的时候 人在这里留下来之后 开始会去思考我未来自我的发展 未来的发展包括我们在讲的生育 还有所谓自我的投资这一块 都是在前阶段稳定之后才会产生的一个行动 所以其实到了第三阶段发展之后 其实就是开始养育了下一代 怎么样让下一代在这个地方的环境 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这都是我们在想可以理解的一个家庭里面 对于一个城市之间 这个空间这个环境的连结 它的期待大部分都是在这个脉络 所以台南升格这十年到底变了多少 坦白讲这十年如果要去挑统计资料的话 严格来讲大概只能找 主机总处的家庭收支调查 那我就用台南市家庭收支调查的资料 来做一些分析 那我们如果对比 因为我目前以升格统计出来的时间是201年 201年跟2019年来对比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台南市的劳动力 因为总人口并没有增加很多 187跟188的总人口没有增加很多 但是劳动力的就业人口其实是有增加 从93万到了103万 而且这里面我看到了一个相对有趣的现象 就是女性的就业劳动力 它其实是一个提升的 比如说它的女性的就业劳动力的成长幅 是到了112 所以相对来讲它可能反映了 女性在这十年来在台南市似乎有 比较好的就业机会 当然有可能是以前很差 所以现在相对好一点数据上就很明显 所以至少女性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相对是成长速度比较快 但是接下来可能大家就会去 进一步去思考 那女性的就业都往哪里去 在统计资料上并没有办法呈现 所以这也许可能是接下来做这方面研究的 可以去思考到底人是往哪里去移动 所以它移动去的一个位置 它的薪资结构如何 这都是接下来值得探讨的 那失业的结构呢 人数来讲比例是降低的 失业是降低的 非劳动力也就是说 包括高龄 身心障碍 这一块非劳动力的人的比例也是降低的 所以其实从整体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台南这十年的变化 似乎是整体的劳动力是成长 这个劳动力是有就业性质的劳动力 它是一个成长 那失业率它是降低 那一切似乎是很美好的状态 如果是从这个单独这个数据来看 那这个统计其实是把台南市跟台南县 以前就是台南县的合并的一个结构 好 那 那接下来就业机会增加 那到底就业机会有没有带动薪资的成长 我想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 那如果我们同样再去比对这个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很有趣 就是通常职业别这个栏位 它的对比资料 我们可以发现高薪的薪资的成长相对是高 比如说主管级经理级的 这10年间的薪资成长116 专业人员成长了122 所以其实是高薪阶级的 基本上它的薪资成长是高的 好 那服务销售也有116 好 那机械设备操作也有121 我猜这个可能跟南科 或者是有一些产业发展 需要大量流水线上的劳动力 其实是有关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现象 相对本来比较低薪的这一个阶段 这一些质贬 它的薪资成长幅度就没有那么高 比如说记忆有关人员 记忆有关人员 其实最直接是像营造业 这些技术性的 它的薪资成长这10年只有103 好 只有103 好 那技术力里面我们在讲的 最底层的劳动力这一块 甚至只有107而已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说高薪的薪资成长 相对是比较明显 但是原本薪资比较低的 这一段时间它有成长 它有成长 但是它的成长幅度相对是比较缓慢 相对是比较缓慢 但是更特殊的是 第一级初级产业 隆林榆木 隆林榆木 这10年 如果我们就比较这10年一个阶段的话 它的下滑 它是呈现下滑的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在台南市原本 从事所谓的农林榆木 这种一级初级的产业别 它的薪资 它的总体的薪资结构 这可能是未来包括政府单位 或者是想要有心去研究去促成 它的产业提升转型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薪资结构 有高有低 然后也有倒退的 再来 到底它的薪资结构内容会是怎么样的分布 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如果我们用这10年的全国 全台湾的比较 的成长幅度跟台南做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台南市 这10年的受雇人员的报酬是增加了 高于全国的成长率 它是高于全国成长率 但是如果我们再去细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本业薪资的成长率是低于全国 全国这10年 如果对比这10年的状态的话 全国成长是116 但是台南市的本业薪资只有成长114 它的涨幅相对 它的涨幅相对是比全国的涨幅还要低 这是本业 就是我们的一份薪水 它是固定收入 那比较明显的其实是在于兼职 兼业这一块 全国是10年涨幅是119 但是台南市光是这两年的时间对比 就到达了191 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所以台南这10年间是不是因为可能观光 或是其他的产业活络 所以使得人除了本业以外有了其他的兼职 兼职的机会相对比较多 所以当我兼职的比例或机会大的时候 其实会带动我整体薪资的成长 所以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好 那再来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特殊点 除了总体我们的所得 大概可以分成是薪资劳动力这一块 还有产业组 就是我们如果就是经营一个产业结构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产业中得到收入 还有另外我们常在看的就是说财产所得 也就是资本利得相对于资本利得这一块 资本利得这一块 10年间全国成长大概118 但是台南的成长率高达了137 137 所以这137的涨幅到底是从何而来 这也许是值得再进一步去深思 那到底跟土地跟股票 跟这一些结构 就是整个全国的那种景气发展的这种结构 是不是搭上了顺风车所造成这个现象 好 所以其实从台南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会有这种本业薪资的成长相对是低的 但是兼业的增幅是明显 所以带动了他总体的薪资是增加的 不过这就隐藏了一个风险 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劳工 对于劳工来讲最直接的 还是他投入了那份工作的薪资 如果那一份工作的薪资 他的成长率没有办法持续增加的话 其实他代表了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这个产业 他可能面临的发展的瓶颈 或者是这个产业已经出现了 相对更严重的 我们在讲的分配不均的问题 分配不均的问题 好 那再来还有一个数据 刚刚讲的是收入面 那支出面来看 支出面有非常多 其实各位大家应该都知道 十一住寻议论非常的多 那我就只挑支出面相对比较大的 三项来做比较 哪三项呢 第一个食品 第二个是住宅服务 也就是说如果你需要房租 租房子的这个比例 再来是医疗 医疗可能在家里面有人生病 或者是家里面有老人的话 他的医疗支出也会非常大 好 那我们看到台南是这十年的支出 其实跟全国的成长幅度差不多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一个病型的状态 它是一个病型的状态 在支出面上 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明显的变化 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总体的收入在增加的时候 支出也是同步在成长 支出也是同步在成长 好 所以如果我们挑了一个相对 技术性上不是那么客观 但我觉得是有趣的数据 那我们就拿 如果今天是一个 假设是一个劳动者 他没有其他的产业收入 他也没有起余钱去做资本投资 他就仅仅依靠他的劳动力 取得的薪资 来对比我们刚才讲那三项支出 到底他的占比会是什么样的结构 好 那这里 我用了一个年龄层来看 那这里面反映了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如果就全国来看的话 2011跟2019年的比例 那当然就是那个消费支出 占受雇人员的报酬 他比例是增加的 也就是说我薪资可能相对成长是慢的 可是我支出可能相对是多 可是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摊到年龄层去看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年轻相对比较年轻的 这一个比重 从未满30到44岁 他的消费支出 占他的报酬的比例是下降 这一块 橘色这一块是下降 这代表了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是我的收入大幅的增加 我支出有增加 但是因为我支出增加了成长幅度低 我的收入还要低 所以他的占比会降低 这可能就是一种 刚反映的刚刚那种现象 就是说如果我的收入有增加 然后支出相对是比较稳定的话 就会有这种状态 可是45到54岁跟55到64岁 甚至是相对年龄偏高的 他的支出占比 占他的收入相对比重是大幅的拉高 那这也许 因为这些都需要再进一步去分析 细部的分析 所以他到底我的推估 他会不会是来自于 我们在某一个相对中高龄 这一块的就业 就业上有一些局限性 因为他的薪资相对成长相对比较缓 或者是他可能中年有失业 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 使得他的支出一定要支出 可是他的收入降低 进而去拉高了这一个占比 进而去拉高了这一个占比 那接下来 如果我们去把收支相减 统计的模式就是这样 我的收入减掉支出剩下的 可支配所得剩下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的储蓄 那储蓄也代表了他一个家庭因应 因应生活风险的能力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指标 因为相对台湾大家都在谈台湾的福利 并不是一个很全面性的配套 所以他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参卜的时候 储蓄就代表一个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那我们从这里看了一个现象 其实台南市的储蓄的能力 基本上跟全国来比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他其实总体上是有提升的 总体上是有提升的 所以其实从这里来看 我们其实可以反映的一个现象 这台南这十年间就劳动 仅从劳动跟工作这个角度来讲 它确实是有明显的好转 但是这个好转 也许它可能集中在某一个年龄层 也许它集中在某一些职业别 所以它并没有 似乎并不是一个全面性的好转 并不是一个全面性好转 但是今天我们主题是青年 所以从刚刚的数据初步看起来 它其实是就就业这一块相对 这十年间是对青年可能是有利 除非你是从事的是一级初级产业的话 那可能相对是比较有利 好 那宜居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到底我的收入跟支出以外 其实大家很care都是居住 居住到底很多人在谈说 现在台南市的房价 房租的租金的涨幅是怎样 不过统计数据上 目前我只能找到的是 官方的内政部的统计 就是房租的价格 也就是说我买 买一个房子 那个房贷 它的能力的状态 好 那我觉得 其实看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有趣的 台南市的住宅价格指数的趋势 如果因为最早 我目前看得到的资料 是2012年的Q3跟2020年的Q2的话 其实全国的成长率 其实是大幅的增加 它是从指数 是从78增加到105 好 那这里是各个县市的 好 那相对来讲 其实台南 我们看到它几乎是6度里面 它的指数 这个指数之间的集聚 或者是成长幅度是最大的 它在112年的时候 它的指数是75.75 可是到了2020年 它的指数来到了110 指数来到了110 所以反映了这10年间 台南市确实 它的房价的这一个成长幅度 可能是比6度都还要快 比6度都还快 那这里面我们觉得 这可能就是未来相对的一个隐忧 因为如果我们谈的是一个稳定 稳定的话 如果初期就业 就业如果先找到一个工作 然后我初期 可以用租房子的方式因应 就我印象 我在两年前做的一个研究 台南市的租金相对于6度 其实是最低的 所以从租的层面 台南市其实是友善 相对是比较友善 但是如果当你已经决定在这里 长期居留下来之后 人势必会考虑 我是不是要有移动自己的房子 这是必然的 可是当你转换到 想要拥有自己的房子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在这里 就会面临到你的房价的价格 价格是不是一个 让你很难 相对比较难以负担的一个状况 那房价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是 它对其他的消费支出 有很严重的排挤 各位想想看 人如果在就业时 一定会有一些风险跟意外 如果你今天突然之间 公司的状况不太好 面临到减薪 面临到什么 各位 以你的生活消费支出 其他的方向 其他的面向 你都可以云支减少 唯独房贷 你可能很难减 顶多我可能就是跟银行申请两年 就是还价 支缴利息 可是房贷是一个刚性的 你必须要还 所以当如果你的总体支出 总体的收入下降的时候 然后你又有房贷 这个房贷支出 又是相对是固定价格的时候 它其实会导致我只好去缩 去缩减其他的消费 或去缩减其他消费 所以它会有比较强 更强烈的消费支出的排挤 所以这可能是整个台南未来 要去思考说 如果这个价格持续的波动 往上波动的话 它是不是会变成是 反而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不利的一个因素 好 那回过头来 最后一个统计资料 反映了一个 我比较担忧的 这十年 如果我们从2010到2019年 这十年 所有劳动力的分布 各年龄层 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在39岁以下 39岁以下 这一个年龄层 结构 总人数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 那年轻的当然相对是有比较多 可能台南这几年的环境好 收入增加生育率相对有高一点 所以年轻率是比较多 可是我们发现如果在网上 40到49甚至说50到59 60以上 这一个比例的人口数 是大幅增加的 例如50到59岁 在2010年的时候呢 是170万 大概是17万人 千万 十万 17万人 2019年的时候 到了21万人 60岁 60岁以上 2010年的时候是5万3千人 到了2019年增加变成是10万5千人 成长一倍 成长一倍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谈 升格10年的现象 我们发现其实人口 相对劳动力或工作人口的数量 它并没有太大的增加 可是相对老年人口成长的速度 比较快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免会担忧 如果接下来这10年 至少这10年 可预见的一个未来 也就是这一些年龄层 现在是50到59岁到 到10年之后 就会变成是高龄人口 所以我们的高龄人口 相对在未来10年 至少会增加快200万 至少会增加 相对比较高年的增加200万 对于一个城市来讲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一个稳定的劳动力 提供这个城市的一个运作 它所需要的劳动力 因为这个劳动力本身 会促进产业的发展 它会促进所谓的消费 它相对来讲也会形成更多的 比如说租税的贡献 所以它会是一个城市活络很重要的因素 那如果这个城市未来的10年发展 这一些相对在劳动贡献上 比较高的这一个年龄层的人 它的结构不增反减 但是相对的高龄的 这一块的人口增加的幅度变大的时候 它其实就会进入快速的老化 快速的老化 所以这也许可能是台南未来这10年 我觉得我个人至少在这一个资料上看出来 我觉得是最直接必须要去思考的 因应的现象 但是这一些人口 如果我们要让它比例降低 那也许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做 第一个是怎么样 让我们的青年人口数 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成长 至少形成了一个平衡 我们的劳动力供给 我们的消费贡献 然后我们的租税的贡献 都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成长 这个可能是一个在未来 包括政府台南市政府 在思考整个让年轻人在这里 能够发展 能够养育子女 能够教育下一代 一个稳定的一个正向循环 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这可能也是一个提供给政策上的参考 好 所以最后两张 我觉得其实移居坦白讲 如果只谈收入跟支出 它其实是很浅的 国际上有很多的统计 在谈一个城市是否移居 它的项目非常的多 这也许可以提供给 接下来有意想要继续去做这方面研究的 研究者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寝思 比如说在欧洲有一个叫KISS的组织 这个组织它虽然是一个公司 但是它长期都在做各欧洲 全世界50个城市的追踪 它的项目它的考量 它的移居 它不是只考量房价物价 它还包括到底这个城市提供的工作 跟生活的能力的状态 还有它检测一个城市是否移居 它关心的是它是不是这个城市 能够全面性的去支持 所有世代居民的生活 全面性的支持 所以其实它的指标 包括有工作强度 有社会支付 还有城市移居性 那最近因为最新的还有connecting的 肺炎的影响性 它也去做这个部分的统计 像工作强度它就有谈 比如说工作时间跟通勤 这个通勤时间到底是不是很长 如果通勤时间太长 它可能会对于劳动 它可能是一个时间的消耗 这里面的城市 是不是处于一个过劳的现象 然后它的休假天数 失业人口 还有到底这个城市 有没有提供所谓的带薪的育儿价 可以让女性 可以在安心的一个状态之下 可以养育下一个世代 那在社会结构上 有社会支支出医疗保健 还有它的心理保健 还有城市的容忍度 这个容忍度 包括比如说性别容忍 年龄的容忍 LGBT的容忍 全面性的一个容忍程度 这些容忍程度越高 包括从外部以来 或是自组织 或是在这个城市内部 是在内生性的人口 它才能够稳定下来 那移居性包括它的负担能力 到底我不管租或买 我的负担能力 能不能负担得起 然后这里有没有幸福感 它这里是不是有文化跟休闲 提供文化跟休闲 这种我们在讲劳动力 攻击之后的一个复原状态 城市的安全性 还有它的压力 它是不是有一些天灾 它面对天灾 是不是有一个因应的能力 还有它的户外空间 空气品质 还有健康跟健身的一个指标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 一个城市 如果我们要真的去衡量 它是否宜居 它可以参考的指数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那我想也许 这里也提供台南市政府 一个考量 如果我们今天要宣传 台南是不是宜居的话 那也许这一些指数 这一些指数 它比较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构面 那这个研究调查里面 2020年全世界最适合移居的是在奥斯路 北欧的奥斯路 最不健康的 最不适合移居的城市 各位想想看 猜得出来是哪里吗 第一名是香港 第二名新加坡 第三名首尔 第四名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第五名东京 几乎都是亚洲城市 然后我就看那个指标 全部都在这一项 这一个面向 它其实是一个高度过劳的一个结构 所以它的移居性相对就被拉低了 好 所以如果最后一个我在谈 如果我们在讲未来 谈谈是十年的发展 再往下一个二十年的发展 至少从刚刚的这些统计资料里面 这十年的挑战可能就有所得面 我们可能需要去思考 怎么样去缩短高低薪资 还有年龄层的所得的差距 因为一个年龄层 或者是薪资的差距 拉得越高的话 它其实会形成一个社会的隔离 隔离的效果 各位想想看 有钱人他相对的会居住 会把自己圈居在一个环境 他这个空间里面会往外扩充 不断的膨胀 可是相对贫困的人口 会在这个膨胀的过程里面 开始被往边垂起 所以这一个所得的差距 它会去影响未来 包括这个城市的就业 还有这个未来空间的发展的结构 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再来居住面 我们可能要去思考 怎么样去降低 减少整个房价 跟租金的成长幅度 如果我今天的收入 各位想想看 其实从劳动 薪资的成长相对是有限 相对是有限 可是租金RAM这种 寻租的报酬是无限大 无限大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降低这种 寻租的这种成长幅度的话 那严格来讲 我们只能增加就业面的劳动收入 可是坦白讲是非常的难 甚至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只能想办法去抑制这个租金的成长 或者是提供更多的支持的力量 去弥平这一之间的一个差距 好 那这两块以外 还有一个 我刚刚其实提到 就是人口 台南市未来十年人口的老化 这可能是一个很 相对一个越来越严峻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到底人口老化 我们要用什么方式 并不是把老人赶出去 而是我们怎么样让更多的人 在这里可以愿意生育 用更多年龄层的分布 去淡化老人的比例 使得老人在这里 不会变成是一个独大的群体 在统计上变成是一个独大的数据 特别突出的群体 那如果今天台南市要往这个部分发展 那他可能相对可以做的事情 就非常的多 产业的转型 教育的支持 福利的提供 还有更多的比如说 城市在于对性别 对女性 或对小孩的这些支持的力量 都是很关键因素 因为唯有政府提供了这样的支持的强度 越强 使得人 他不需要 也许不需要完完全全 依靠自己的力量 而有政府的支持 背后帮助的话 那他的生育意愿 他的生育里面的过程的压力 相对可以 压力可以降低 意愿可以提升的话 那也许我们才有机会去处理到 人口老化的一个速度 好 那我的分享就先报告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感谢靳叔刚刚的发表 那其实他里面一直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人口老化 那不晓得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 新衙在今年大约年中的时候 有出了一个人口的懒人包 就这十年来 台南的人口到底 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譬如说 老人化的情况 老年化的情况怎么样 那我们手边有一个数据就是说 2017年到开始 台南就迈入了高龄的社会 高龄化社会 那甚至在其中五个乡镇 譬如说 区 行政区现在没有乡镇 隆岐厚碧白河 像这些地方 他的人口比例 老年人口比例 其实超过25% 也就是说每四个人 里面就有一位是老年人口 所以确实对台南来说 人口老化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那晋叔也提出了几个 他觉得应该可行的解方 那我们也发现自然增加率 不可能快速的提高的情况下 只能靠社会人口增加率来处理 那如果真的台南市政府希望说 台南的人口老化有机会被社会 移入给稍稍冲淡这个影响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听一听 来自前县区的新盈社大的文燕 来跟我们说一说 他自己在这个县区生活的情况 谢谢 各位来宾一起参加这个G0VE活动的各位来宾大家好 那我是新盈社区大学的企划执行 我叫文燕 那刚刚听了洪主任讲 讲了很多其实很感慨啊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那种就是必须靠斜杠 兼职收入 就是来算是生活 帮助生活的这个部分 只是现在因为比较相对稳定 因为在设大的工作相对稳定 那今天欣雅邀请我来讲 就是我们的前县区青年的想像 那大家知道2010年的12月25号 发生什么事情吗 就是耶诞节嘛 行献纪念日 这一天是台南县市合并的 通过合并的一个日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台南市在哪边 旧台南市 在地图的下面有一个深蓝紫色的部分 有没有那一区跟它上面的两小块浅蓝色区 大概这一个范围就是所谓的旧台南市 那台南县这么大嘛 那我刚好就是住欣盈 欣盈就是在那个斜对角 其实满北了 仅次于后壁 那这个时候啊 合并的时候我还在北漂 那时候我在台北念书工作 在工作了 那在工作 其实从念书开始一直到工作 人家北部的朋友同学就问说 你台南人喔 那我们要去台南玩 就是你带我们去台南玩 那他们提出来的点永远是 大家想得到就是安平嘛 然后刺坎楼 就大家对台南好像印象就是这样 但是身为台南县就会 以前啊 身为台南县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开心 你知道我们家到安平多远吗 就以前我们 国高中就是断考都不认真断考 就是断考那天都在想着下 那个考完是会提早放学 就是去好乐迪唱歌 然后只能去嘉义的好乐迪 因为台南好乐迪 火车票要87块钱 去台南只要30块钱 然后那个价位有差 时间又近 我们去嘉义只要自强号15分钟 来台南要半个小时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对台南 其实一直就是很陌生 那在县市合并之后呢 我挑这张图是 他是台南第三届 我记得是第三届议员的选区分布图 所以这也是 新盈跟后壁岩水流营洞三百合 这里是第一选区 那第一选区 其实也就是新盈社区大学的学区 我们在新盈然后周边总共合起来六区 是我们的算是办学范围影响范围 当然也是有蛮多特色课程是会吸引到 其他区甚至台南市区的来上课这样 那所以我特别选这张就是因为 其实这几个选区的分布跟在地的产业 或是人口是有关联性的 在这一张图上面 那在合并之初呢 我二十六岁 身为台南县民我最有感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免费参观估计 我相信在台南市的居民啦 只要你是身份证上面 以前是台南市的 你去刺砍楼环品古堡 易载精神 任何古迹都是不用钱 我们以前就是明明都叫台南 就是现实为什么 我们就是来参观 还要付五十块一百块 那合并之后突然那一天去 他就说你台南看身份证 然后就你不用钱 突然莫名其妙的骄傲起来 尤其是只要是带外县市来的朋友 他们还要购票 我们就只要身份证拿着就可以进去 就是一种莫名其妙 就是终于有一种 我是文化首都的人的感觉 好 这是我第一个最有感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台南还是一样远 就是虽然合并之后 我们编台南市的人 但是我们在介绍 还是说我是新盈人 不会特别讲说我们是台南人 人家问你是哪里 我就是会直接讲我是新盈人 那我们那几区的朋友也是 就是后壁人 就会直接讲我是后壁人 我是东山人 我是白河人 甚至家里学甲 就是我们几个认识的青年朋友 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去称呼自己 大家好像没有一个集体的台南公司的感觉 所以以前我们要长辈 要来台南市都会说他们要进城 进府城 进城的这种概念 对 好 那今年啊我36岁了 十年后就是身为新盈居民 我最有感的第一件事情是 新盈会有国土南馆 你们知道这个消息吗 就是在赖清德市长那个时期 就是争取到就是新盈会建设 那个国土的南部分馆 好 那 那目前啦 两年前我记得是两年前 开机 不是开工 动土 然后立下那根柱子拍完新盈画面之后 一直 迟迟没有消息 就是因为我家 我真的觉得我们当初房子买得很好 我们家离国土南馆 步行只要五分钟 就是那个时候是 他的建设区是 那个时候算是蛮郊外的 靠近交流道 所以就是大条马路 然后房子少 但是现在 迦勒福有了 然后新的住宅什么都 建案很多都在附近 那 反而就是主角 那个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很多议员 就是 尤其是之前那个 新雅 新雅很贴心每年都会做那个 哪位议员参与议会次数最多 发言次数最多 那其中有一位就是她都 就是她自己好像被说她进议会次数最多 发言最多 所以就自己贴 不知道是谁帮她贴的 叫议会模范生 就是讲出来 大家可能知道是什么 就不想 然后她就有一个大大的看板 在国土南馆的 国土南馆的预定地上面写 某某某 一元使尽洪荒之力 争取 南馆的建设 然后每次骑过去就觉得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始出现 然后所以我这边放了惊叹号 但是后面又放了一个问号 因为我就觉得 其实新颖的人都在观望 其实我觉得不只新颖的人观望 周边甚至台南市府这边 都在持续关注这个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实现这个 那第二个就是 开会我们还是要去永华行政中心 虽然我家那个位置 就是离明治行政中心 就是旧的台南县政府 一样很近 步行大概十分钟 就我们家就是一个 文教区跟行政区 非常方便 但是 开会我们还是习惯 收到通知都是来永华 所以其实会觉得 县市合并之后 它的行政中心好像依然有点遥远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状况 就是可能旧市区 它在开发跟设备相对交通 都会比较便利 那手掌都在这边 也是比较有那种便利性 那所以之前有一个议题 就是说好像有想要把市府 移到整个台南比较中心的位置 我记得那时候是说善化 还是心化 善化 我记得是善化 所以之前是有听到这个声音 但是还不确定 有没有办法去做整个这样的规划 好 对 好 那第三个就是 招租的店面越来越多 好 我觉得 以 我们那边来讲好了 就是 三四年前我们最后一间 大型的连锁书局 金食堂 收掉之后 就再也没有那种大型书局的进驻 那 那一间 就从那个时候他们侧肘 一直空在那边 租不出去 一来是租金很高 可能 没有相关的产业 或是 商业是能商办什么 可以在那边发展 第二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最热闹的路 叫明泉路 明泉路上面也是很多店家一直在招租 不然就是 一直换 那他可能 我就可能 都有那种所谓的市营运期 市营运期一过就换 就换 那 我在 从火车站走过来 吳源这里的路上 其实 有 那个 中山路跟民生 那一条是什么路啊 有点忘了 就以 过去是一间很大的 多拿茲 哪只 路口 中山路跟民族路口 中山路跟民族路口 那一间很大的多拿茲 现在也还在招租嘛 那一间我记得 因为我以前 会来台南补习 那一间算是我们很 蛮常去消费的店 而且他 占地很大 那就是一个黄金店面 结果 我记得他好像也 歇业两年了 快两年有 那一路过来 那一路过来 中山路上还蛮多 店家也是在招租的 所以我会觉得 诶 好像 招租的店面 越来越多 那这个我觉得是 就是 待会也是会 我后面会一起探讨的问题 就到底 所谓 縣市合并之后 好像 我不用讲 發大财 但是 会有一些状况 就是说 呈现M型的感觉 就是好像 大家 就跟过去一样 重点的观念 或是 对台南的想像 都依然是 放在旧的浮沉 旧市区 对于县区 大家其实就是一个 路过 或是一个 以前会讲 就是那种 游览车下交流道 下去休息一下 然后就走掉的这种概念 就是路过而已 然后 再来就是 新颖的房子 怎么越盖越多 而且超贵 就是 以前面来讲 好像 可以租的店 来新颖租店做生意 或是开店做生意的人 好像是 有困难的 但是为什么来新颖的 建商 建案 还是这么多 而且 越盖越好 越盖越贵 那买房子的人 都不是新颖人 就是 新颖相对的 产生了一个 所谓的 不能讲蛋黄区 但是还是有 磁吸效应 它可能 还是会把 所谓的柳科 南科 或是周边 更 比较 传产都市的人口 往新颖去吸引过来 去吸收过来 那或者是新颖过去的特质 就有一个叫做 军公教 很多的军公教 其实相对的会在新颖定居 即便他原本不是新颖人 但是 就刚刚有提到 也许他 从租房子到要买房子 他们会愿意在这里投资 可能表示新颖具有一个移居城市的性格 但是新颖在发展历史上 他一直就是一个移民城市 他在开墾的 整个台南开发史上 他是蛮晚被开发的 大概是17 1876年 1876年才正是有一位叫 省餐的人过来开发 那 之后才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大型的聚落 一直是发展到新颖 甚至在日本时期 日本人在那边因为设了糖厂 把盐水的相关产业跟人口 还有外地的移民都吸引到新颖来发展 那因为产业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 那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新颖一直就是一个很移民性 性质的乡镇 我就是会觉得他一直有这个特质 所以他在饮食文化跟生活文化 其实跟所谓的台南市是大相径庭的 所以朋友来台南说要去吃牛肉汤 要去吃羊肉汤 吃咸粥 然后吃 吃什么啊 棺材班什么 我说我们这里没有 新颖就是 牛肉汤那时候只有一两家 因为 牛在那个 像画海星画那边屠宰完 是往南送的 就不会很少往北 所以我们那边没有 那再来就是 物浓 蛮多物浓的人是不吃牛的 所以饮食文化这一块是没有 再来呢 之前我们在讨论另外一个就是春卷 润饼 润饼里面 你们润饼会加面条在里面的举手 会 出哪里 新市 嘉义很好 之前我们就是有讨论到台南 旧台南市区的人 会鄙视要在润饼里面加面条的人 他们说 这个是乡下人在吃的 做出工的人在吃的 为什么 因为要吃得饱 台南就不会 台南就是那种精致的配料 然后糖粉 什么之类的 我说 就是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 我们很丰 很丰盛的润饼拿出来 是会被耻笑的 就是一个奇怪的观点 对 那是 再来就是 我跟区长很麻吉 就是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觉得 可能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 一来是在社区大学 会跟就是 工部门有很多的接触机会 再来就是 我同时也是另外一个非盈利组织的工作人员 就是我们在做偏乡教育 那偏乡教育的服务范围 其实一开始是在后币 后币区 那 现在就是 我们是全国性的组织 所以其实有慢慢扩展到外线市去 那 因为 我觉得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 会需要跟工部门有很多的合作 那 那 新营区公所 甚至后币区公所 他们 这区长其实都非常的有 想要建设地方 发展地方的这个企图跟想法 但是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 预算呢 过去我们是 台南线新营市的这个时候 有台南线自己的预算嘛 那 讲比较实际一点就是说 市长 县长 他为了他的选票 他是可以非常有行政力执行力去完成市民 县民的一个托付跟期许的 但是现在变成区长之后 其实相对的会觉得区长 就比较像一个科 一个处的科长或处长这样 在这个权力跟他能够去执行的层面相对的 叫过去来讲是受到更多的局限的 对 那我会写说我跟区长很麻吉这件事是我妹跟我讲的 为什么 因为 很好笑就是我们三个月在办公民周活动 那也是聊到那个县市升格十年这件事情 那时候也是很开心可以邀请新亚团队一起来参与 那个时候我就在家里蹲厕所 然后突然手机响了 诶 是区长 我就在开始就是边上厕所边跟区长讲 讲那个我们升格十年的一些内容啊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我妹就在外面听 就我出来之后她就说 你跟区长这么熟 能不能可以边上厕所边跟他讲这么久 我就说对 就是突然意识到好像 相对而言啦 你跟地方首长 不能讲地方首长 而是地方行政区的这个 主折单位是有更紧密的连结性 就是另外一个说法是变得比较亲民 但是她会不会变成就是她是 市府的意志延伸 有可能是否希望她做什么 或是不希望她做什么 她也没有相对的权力去拒绝 或是她就必须配合去执行 这些政策 所以 后 就会觉得好像区长变得很 跟我们很贴近 但是相对的她是不是有这么大的 那个决策力啊权力去帮助我们去完成 更多我们希望地方发展的期待 这个是合并之后至今我们最有感的几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 感谢星瑶帮我们整理这么多懒人包 这些都可以在星瑶的粉丝专业看到 那我们六区一个 那个星瑶社大学区六区其中一个是后币区 那后币区它就是一个农业专门的产业区 说实在 那近期它就是有玉米田屋 我觉得这个就是近期台南各 新衙这边有做就是爐渣 对于台湾尤其是整个台南很多 农地的破坏影响这个污染 那后币那边就是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就是有玉米田有卤灰卤渣的这个污染 那其实对这个地方来讲啊 后币的形象一直是后币出毫米 后币有很多好的农作物跟蓝展都在这边 但是对于一个地方形象 却因为这样子去造成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打击啦 那再来就是 它后币刚有提到很多移出的人口 我们非盈利组织做偏乡教育一开始在后币 就是因为后币的某间学校面临官校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其实很多学校陆续偏乡学校都会开始有这个危机 那这个被官校之后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 年轻人更不可能回来了 因为它如果要在这里发展的话 它的下一代 它的养育投资 怎么样去进行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提到我们 就是说欣盈要建设了一个国土南館的部分 那我们拭目以待 就是很期待到底会怎样 那再来就是有两间学校停招 甚至废校 一间是盐水的南容科大 那当然这间学校之前也爆出卖假学历的事情 刚刚大家好像不知道 然后再来就是凤和高中一千 凤和就是台南县名校之一 我觉得台南县很有趣就是公立学校哪一中哪二中 之后大家都跑去读私校 就是反而就是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的名气是 可以跟公立学校并成的 这是台南蛮有趣的一个状况 然后凤和高中就是挺着了 对 这是我们周边很重要的状况 再来就是后币要设魏德胜导演 要来盖逢盛之城 然后还有这个 岸内堂场 那个傀儡花就是要来打造 其实 这算地方的发展 很重要的发展 但是跟地方的需求 有没有贴近 有没有符合大家的期待 那很多时候反而就是 地方居民会觉得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东西 但是外围的人却觉得很好啊 你们这里就有发展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取得共识的一个状况 就是在台南县的六区 新一色大学区六区有这么多 其实是 我觉得可以变成一个主题讨论的一个议题 对 再来移居城市 下面这个可能很不明显 就是 我觉得台南市府很喜欢用夜石濤这句话 台南是一个适合人们做梦啊 然后生活的 这一句话 夜石濤讲的这句话 在各个 看物文选品 甚至火车站出来的灯箱 他都会放这句话 那我们就来想一下 你台南有没有这几个点啦 就是我觉得 诶 破梗了 好 那个就是在产业上面 就是产业的发展 就是刚刚我觉得 洪竹文有 都提到很完整了 就是你有没有产业 就业的市场 吸引人进来 或是吸引人留下来 就是你原本的人 不用北漂不用南漂 然后又有外面的人愿意移入 再来就是你的薪资水平 跟这个消费的环境 是不是能够让你符合压力指数 就是你不会因为消费环境太高 但是你的薪资水平 没有办法去附和 那再来就是这个未来的发展 它是适合移居的 我两个字打 一个是适宜的移 没有修改到 适宜居住 或是适合外地人移来居住 那相对的这个就会影响到 所谓的购屋育儿 教育跟长照 尤其是育儿跟长照 现在公托很重要 因为双新家庭 即便双新家庭 很多还是觉得生小孩 是一件很吃力 扶养小孩是吃力的事情 那再来就是长照 就是在高龄化的这个社会现象里面 你这几个是很重要 那包含它未来的教育资源 所以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做偏向教育 就是结合到我们的地方创生 那因为社区大学 现在我们都在说 地方创生可以为地方解套 那这也是存疑的 因为大家对地方创生的观念 大部分都还停在产业 因为大家会觉得产业可以帮助一个地方发展 但是说实在你产业的规划不是一朝一夕 甚至你特定产业的 那有没有什么样 其实更根本的一个办法呢 那所以那个时候 信仪区公所就找了社大 跟我们在地 我本身另外那个非营利组织 叫台湾普玉文教发展协会 那还有就是几个地方性的单位 我们就一起要推教育 那我们认为教育才是最永续的地方创生 为什么 那我们希望能够 这个教育是变成一个产业 教育它是一个能够结合地方青年创业 社区产业 那一起来为地方留下更好的根本 那才能够让吸引外来的人 甚至本来的人 就能够去在这里继续生活 那当然就是它的教育 就包含你所谓的技职教育 那这个技职教育也不局限在所谓的传统人力 而是现在更新科技的 你人力绝对有被取代的时候 那你要高度发展是一定会需要用到很多科技的相关教育 那这个也是我们整个教育创生的一环 那所以那个时候去公所就找了我们这几个团队一起来合作 希望能够在地方创生里面提出不同于其他县市单位去提的方向 所以我们算是第一个以教育作为核心主轴价值的单位 所以这个是新颖社大目前啦 接下来跟新颖区 我们美好的想象就在于 希望我们真的能够为地方带来创生的这个可能性喔 那这样也符合就是这一次 新颖邀请我们来就是讲 我们对于旧线区的这个想象是什么这样子 所以我就报告到这边 那我们也期待下一个十年的发展 谢谢大家 好谢谢文艳的分享喔 那其实我觉得我听到了一些 我本来就觉得我会听到的东西 譬如说就是嘲笑我们俯成人之类的 但我一定也要正这个时候说 城内也是有做工的人 我们吃菜种吃牛肉汤就是因为早上就需要高热量 所以你下次就可以这样子回驳回去 说不是只有乡下才需要吃饱 城内也有很多人要吃饱 那另外一个呢 其实我彦刚刚提到的很多就是 县市合并之后 行政区的改变 那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 乡镇市长民选这个层级拿掉 变成区长官派 那区长官派 确实造成了前县区很多居民感受很不一样的地方喔 那最后我们也当然听到了一个 我自己觉得算是地方创生在台湾 偶尔难得看得到的亮点 就是去结合一些其他的想象 偏向的教育的 那刚好我们今天下午 有另外一个历程是佐证的团队 会来分享他们做地方创生的经验 我觉得两双对照之下 其实有蛮多差异的喔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大概有25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希望各位 我们科长这边有想要回应一些什么吗 或者是也分享一些什么吗 你也可以想一下啦 我想说也许可以大家先提一轮问题 还是你想先聊一聊 好那非常谢谢那个 就距离这边喔 其实我们 我觉得在这边好像比较舒服一点 在下面不要跟大家比较贴近一点这样 其实我刚才很听到了就是我们那个洪主任 还有文艳在针对这个劳动的部分 还有就是青年移居的部分 做了很多很细部的分享 那尤其洪主任这边的资料非常的宝贵 有把我们这个整个台南市的一些 那个劳动的数据啊 都有去做了一个很细致的分析 那我刚才也是就是说收获良多 那其实我自己的觉得啦 就是说在一个城市要去做一个移居的话 其实工作机会 还有一些投资 还有一些在地的环境 其实是青年要北漂回来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因为刚才有分享到就是说 如果没有钱 没有工作机会 其实你要在一个地方 要去长久居住的话 不能只仅仅靠说我的家庭在南部 所以想要回来 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城市 要一个一个支柱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台南市这边的话 其实也非常重视我们青年的生意 所以我们在今年也成立了我们这个 在台南市也成立了一个专责单位 就是青年事务科 所以我今天才会有机会来这边 听听大家的声音 那其实在整个台南市的部分 市长这边也非常的重视 所以其实 不管是在投资的部分 还有社会住宅的部分 其实在他上任之后 这几年都 这两年当中 其实都有很多的琢磨跟投资 所以我相信 其实在我们整个台南市 是一个很友善的都市 也是很吸引年轻人来居住 其实我本来自己也很想去北漂去台北工作 但最后我觉得评估了之下 其实我觉得台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比如说像刚才文彦也有讲 来这边看古迹就贪市的也很免费 其实是一个真的一个很友善的都市 那不过我们可以观察到 就是说 刚才洪竹人这边也有分享到 就是说整个斜杠青年的部分 其实在这几年当中 也是有所一个增加 那依照劳动部的数据看起来的话 其实在做这个部分工时 跟那个非典型的劳工 其实数据上面是 比例上面是有所增加 那是没有错 那尤其是在做这个部分的年龄层 也有下降 所以这个是 其实是真的是 我们政府也应该要正视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 青年人想要去做 干文彦也有分享到 你也算是斜杠青年 斜杠青年 其实也不是 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是就是说可以 有一些做斜杠青年 是想要做增加自己的一个历练 想要去多学 或是说多看看这个世界 其实在这个青年当中的劳动市场 是这个是一个 一些一个现象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有可能西北西南的一些资源上面 其实我们一直也在重视这个 南北平衡的部分 那我也很希望说 今天来也听听大家的声音 然后我想在市府这边 不管是开发工作机会 还有一些投资的话 真的政府这边都慢慢 就是一直有在 为青年这边 在做一些设想跟努力 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 同步来就是 为这个城市 来做一个努力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重视青年 像文彦也是我们 谈试的那一个青年事务委员会的委员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会成立这个青年委员会的话 就是说 我们希望不管是在工作部分 创业部分 或者是说一些移居成家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说 加入我们 不管你是不是青年委员 那我们今天来这边参加这个论坛 也会有很多青年的声音 告诉我们一些你们的想法 那我希望待会就是说 还有一点点时间 也可以把这个机会留给大家 那如果有什么的话 因为我今天也代表师傅在这边 聆听大家的声音 那如果有什么很好的建议 我想我也会带回去 在未来的工作上面 或是计划上面去做一个规划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科长 那毕竟科长也是9月才上任 我们也非常期待 就是新冠上任 有让我们觉得 就是比较不一样的表现 那其实刚刚两位讲者 也都分享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但真的我们理解 这不是青年科可以解决 就是高房价的问题 但我觉得市府 确实也要去面对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的20分钟 我们是不是前两位讲者上台 然后对对 你们就坐在上面 然后台下如果有朋友提问的话 我们一次大概搜集两到三个之后 再由两位来回应 这样好不好 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在下面传麦克风 好那 有没有哪一位想要分享或是提问 就刚刚的演讲内容 或者是说 你自己作为一个台南在地青年 有什么想要提出来跟我们分享的吗 通常第一个问题都最难 谁要开始 诶 怎么办 有人吗 好 线上这边有问题要询问 他的提问是说 因为COVID-19的关系 现在世界各国开始强烈感受到 远距教学和远端工作的益处 包括包含在郊区工作生活品质的提升等等的 那是不是有考虑 从这个观点来切入 就是远距的工作教学的角度切入 设计相关的工作辅导方案 让给票的青年可以回乡工作 我觉得这个好像科长也可以想一想 然后两位可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你自己本来就已经在一个 比较 相 相 对不起 前线区的地方成长 对 我 刚刚确实很多人在这个疫情时间 其实都有坚持到一个远距的一个状态 不过我必须要讲 能够做远距的在总体就业里面 它其实还是占比非常低的 就一个城市的一个结构来讲的话 它还是势必要直接的服务跟生产 这才是西纳最大多数的劳动力 所以其实远距是一种可以发展 但是我的想像 它是一个可发展的产业类型之一 它并不会变成是一个很全面的 那如果我们要谈就是说 如果透过一个远距的一个方式 让人也许去居住在台南 然后它的公司在台北 那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 也许在台南 在台湾的未来它可能是一个趋势 它可能是一个趋势 不过我必须谈的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趋势 它可能也只会在某一些产业里面出现 或者是它只适合在某一个公司里面的 某一些职务里面 所以它还是会是一个有限制的一个问题存在 不过我觉得这倒也是一个还不错的 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一个开发的话 那势必上也许可以解决掉一些 我们在谈的这种远距离的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其实移居有一个很重要的 怎么样让人移回来 有一个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脉络 其实以我个人的模式来讲 像我妈妈人在台南 那她年龄也大 所以其实如果今天有比较多的就业机会 可以让这些北漂到处漂的这些青年回来的话 它事实上也许可以有效的减缓了一些 台南式的长照的劳动力的需求 可以理解吗 因为如果今天大多数的子女如果不在身边的话 她是必须要用外部的移动劳动力去支持 所谓的长照体系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有效的去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吸引外部的 或者是以的青年回来到台南居住 长期居住的话 那事实上她可以就近的就业 跟照顾的工作可以稳定的 变形发展的话 那事实上我个人觉得她可能也是一个解决 我们常遭压力 尤其是照顾产业压力人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比如说我就可以白天工作 晚上我就可以照顾家人 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就可以减少必须要一整个 外籍移工在家里 住在家里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吸引人口 或回流的一个 可以考量的一个 优势的一个指标 好先做以上回应 那 其实因为疫情的影响啊 所以我觉得在产业上面 就如那个洪竹人刚刚提到的 其实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可能在印尼或是越南的厂区 那可能刚好疫情期间回来台湾 那结果他就没有办法回去厂区工作怎么办 他还是必须上班嘛 所以他也许就在台湾厂里面 去做一些行政或是决策 或是一些政策的执行 但是相对的 这个我觉得 目前的技术啦 就是真的只能局限在特定的 我觉得是职位上面 或是那个职位或是产业别上 不是所有产业都能够那么直接去 投入这个所谓远距工作的这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 我以前其实有一个词叫SOHO族 其实他就是已经比较类似这种状况 但是他也是看产业类型 像我以前就是 刚回南部的时候 但是我同时是北部的出版社编辑 那因为我们这个工作类型就是很方便 就是你有电脑有网路 可以看稿可以去采访可以去做编误 那我觉得这个是相对在特定的职业上面是很大的优势 包含记者媒体就是他们自由度会相对更高 那我觉得这个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我们教育产业方面 其实台南在全台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社大都有面临停班停课的这个状况 那在新营社大比较相对安全 我们比较相详 硬是要讲 就是受到疫情的影响相对比较少 那台南市区甚至永康这种人口规模密度比较高的学区 他受到疫情影响是大的 所以他们很多班可能是没办法上课 然后就是甚至新竹那边的社大还直接挺开一学期 这是非常可怕的喔 所以我们其实就也有在这个过程中去发展出 怎么样透过现有的设备去做教学 那我这个过程中就非常的崎岖坎坷 因为不是每个老师都有相对的设备 或是学习力去操作这些 那品质也就不一定会达到我们理想的品质 那所以我觉得在疫情影响下产业的这种远距产业的工作 是有这个前瞻性 但是现阶段还是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对象上面 下一题喔 下一题是 我本身是新北人 所以也在关切升格后区域发展的问题 这部分在我所处的公共行政领域 应该可以委堵许多老师做相关研究 例如台北市立大学公共系的徐梗明老师 曾在台南大学行管系任教近十年时间 可能是很好的人选 这边我觉得也许两位可以回答的是 如果真的要做相关的政策研究 应该要从哪一些点去切 或者是说现有的公共政策研究里面 会有哪一些缺陷在谈城市发展的时候 我比较 我在想也许可以 有更多的问题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必须要去思考 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台南升格十年 已经是基本上 它在一个同一个行政治理系统之下 这十年可能还是在一个磨合的阶段 可是未来的十年 它势必是要由一个整体性的角度去做出发 比如说刚刚其实文艳的一个地图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整个台南市最中心的地方 其实是散化 有没有 散化其实是在整个台南的核心 那如果我们就一个行政 就整个台南大台南的 它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一个核心 所以如果我们在谈一个行政的便利性而言 也就是说所有的 如果除非我们在各地方都有 比如说是初级一级的行政区域可以协助的话 那最终的一个台南市的行政发展 它其实还是会是一个同心圆 在圆中心的一个位置往外带 这其实是在一个交通人力的配置上 是最方便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谈未来十年 整个行政格局 其实它除了行政以外 它还有很多可以谈的 比如说产业的发展 但是我想其实发展到现在 应该有不同多元化的产业的结构 那这一些产业结构 有没有办法带动它的周边的乡镇 或者是区里这样的一个同步的一个提升 甚至刚刚其实文燕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脉络 我们如何让台南的产业发展 跟台南的教育资源 能够combine在一起 这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刚刚其实也跟科长聊了一下 如果台南我们现在还的产业 就是它是不是已经到了必须要产业转型升级的阶段 如果产业转型升级 是一个未来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产业要能够拘步往下转型 它势必先要有相对的教育人才的储备 OK 所以产业转型 我们都以为产业转型是老板只要花钱做就好了 不 它需要有相关的法规相关的教育人才相关的资源 还有周边的周边的产业结构能够配套的话 它才有办法做有效的转型 所以如果我们台南未来十年只谈产业这个结构来讲的话 它就会有非常非常多可以再精进的地方 比如说刚刚统计里面很明显的台南是初级产业 那我们当然不可能排除掉这种一级产业 可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教育资源的投入产业的结合 去使得一级产业的收益能够脱离只有一级产业的价值 比如说它有更多的加工的附加价值 它能够有一些所谓的跟其他产业的原物料的结合 使得它的生产的东西有更多的去处能够增加它总体的收益 我想这可能都会是整个台南市要发展 每一个点都可以去切入的 包括城乡的差距 刚刚其实两位讲了很多城乡的差距 这一些可能都是必须要去思考 怎么样去做一个配置 因为毕竟台南以现在目前结构 人口的半数基本上都是在以上化以南 上化以南应该占整体半数超过三分之二以上 所以怎么样有效的让人能够配置在空间 能够有效的疏散或者是配置 它当然它形成了一个相对不是那么拥挤 又有舒适的一个居住环境 这都会是整个未来台南市市区格局 要发展要去思考的面向 所以它不会仅仅只是从单一的一个面向去做考虑 好 最后以上分享 我觉得主任讲的非常全面 因为其实你要探讨的政策 真的是太广泛了 不管是从法规或是国土计划 相关的配置 所以我觉得主任其实回答的很全面 对 我只是想要补充就是说 像刚刚看到那个一级产业的这个收益衰退 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地方创生 很重要的一个投注资源 因为我们就是看到就是旧台南县区 你一级产业明明是一个这么蓬勃 应该是要蓬勃 但是却因为人口外移老化 然后还有就是各种法规跟一些国土的那种计划 去规范什么的 所以不能讲局限 而是说它过去可能是适用的 但是现阶段可能是需要去调整的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就是结合到 如果真的要探讨这个议题的话 是非常大的这样 另一方面就是台南市政府都发局的林副总工程师 林女士也在场 不晓得她有没有想要回应的部分呢 我在这边 我在这边就好 那不好意思 我是市政府都市发展局的那个 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代表 那不好意思我刚第一个议题 我比较晚到了 第一个议题 那个我没有听到 那我是从第二个文艳先生这边 那大家比较关切 其实都发局的一个 在整个市政的一个角色跟地方城市发展 主要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区域的一个特色 跟一个区域的一个分配 区域的一个平衡发展 那大家比较关切的那个移居城市这个部分呢 其实大家应该 其实现在的新闻 可能大家如果有在关切的话 可能也很清楚说现在的 大家比较关心也比较担心整个房地产产业跟整个那个房价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我看最近的新闻也爆很多 行政院也有一些政策方案出来 那在地方政府来讲的话呢 其实我们大家 其实在地方政府来讲的话 现在就是搭配中央的一个政策 我们有在推一个社会住宅 那这个是大家很关心的 一直要生可是还没有生出来 那这个社会住宅的部分呢 其实是朝向只租不卖 那也希望是以青年族群 以这种那个比较清那个结构 那个整个年龄结构 比较属于那个青年的这个部分呢 来做一个整个居住 或者是整个生活的一个 一个帮助啦 也不能讲帮助啦 就是说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政策呢 他不是能够平抑整个房价物价 可是他起码在我们的一个生活水准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工作 生活就业上的一个协助 会有一些帮助啦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说 其实区域我个人是认为说 其实区域的发展 它是要有一个各区的一个特色啦 并不是说每一个区 我们都要有一个 比较属于生产 比较属于那种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结构 那个生产结构里面 属于一二级产业的这种 其实每一个区的发展 都要有每一个区的一个特色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国土计划在做的 国土计划在做的 就是说把一些整个国家的 或者是地方的一个资源 做一个比较平衡性 而且是依据地方特色的发展 来做一个发展的一个定位 跟它区域的一个平衡发展 那国土计划呢 大家比较关注的可能是未来 整个发展的一个区块 跟生态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可能在 大家如果有在关注这个议题的话呢 可能我们在整个区域的一个平衡发展上面 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引导未来 整个国土 台南市的部分呢 做比较长远的一个发展 那 那个今天就是 其实大家 大家是今天这个会议的主角啦 那我们市政府的部分呢 就我们都发局的部分呢 就是说如果说今天谈到有关于我们市政府 或者我们都发局 就是说我们大概这些议题呢 我们也会纳到我们的政策里面 做一个后续的一个 一个思考跟一个 政策的制定跟执行来看 那 我最后一点就跟大家报告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身 十年前的城市的合并发展 我也有参与 因为那时候就是大概就是都发局 民政局 在做县市的一个合并 所以十年前的一个 99年的合并的一个 整个申请制定审议的这个程序 我本身也有参与啦 那 整个十年的发展过程 其实我是觉得 真的是对 不管对西北的西南的 其实都是一个很巨大的 一个改变 我自己本身 其实我们是政策的一个 制定执行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台南人 所以 我的感触也蛮深的 就是说 整个政策一路这样子走下来 它整个一个发展的一个巨大变动 但是有些是 其实我们老实讲 有些是属于比较大结构的啦 整个大结构的一个改变 那 基本上呢 政府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制定 大概也会去因应这些大结构的一个改变 跟我们地方的一个需求呢 再去做一个比较合一的一个政策 那我先做以上的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 谢谢林副总工程师 刚好我们下一个议程就是要谈NGO如何自办社会住宅 也许可以给市政府一些参考 那我相信市政府也都知道这些发展 其实时间到了 但是因为有最后一个slider的问题 所以我们简单快速的看一下 帮我把它划到下面一点好不好 第三个问题 在两位的分享中 教育是目前地方创生的主要方式之一 由于教育需要长时间的培养 与大量资源的投入 且当目前产业转型的方向还不是非常清楚时 以教育创生作为创生的主轴 在这个过程中是否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目前大致为何 然后科夫有多一些分享 两分钟 好那 其实我们提这个教育做地方创生主轴 它的层面其实很多就是 第一个挑战就是 你有没有办法创造 真的如你所说的地方产值 你投入教育 虽然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愿景是说 你可以吸引人家 在这边居住的 他的下一代是有教育资源的 然后甚至吸引 现在108课纲 有很多是要特色学习的 所以是吸引外来人口 愿意把小孩送来这边去学习 但是你第一个挑战就是 你周边有没有这么多的人口 愿意就近来居住吗 那来就是 愿意来参与你这一整个地方创生的计划 那再来就是传统产业 地方产业如何去做一个转型 那这样你才会有所谓永续的产值 因为你不是说做教育好像就不赚钱 但是你不赚钱你要怎么样去 驿注你整个地方的发展 甚至让你所有经营团队能够永续在这里继续发展 那当然我们的层面就是会希望能够引进 中研院或是一些更转型更需要的科技技术 去帮助我们的一级产业甚至传统产业做一些规划 然后做一些训练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会先遇到的问题 那还有就是地方创生的基地在哪里 就是硬体建设也是 不好意思 硬体建设也是相对而言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们目前的第一期都还在筹备我们的硬体 软体人团队都有了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硬体 那这个也是第一个最 我觉得目前现阶段第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样 好 30 秒 最主要的挑战在于我们对于产业的发展 有没有前瞻的规划 也就是说未来这个产业要怎么样走 它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教育的人才是辅导这个产业往前 往那个方向走很重要的支援 如果没有人才的话 这个产业的发展就会维持在当下 所以其实我们在谈的地方创生结合教育 结合产业的逻辑 其实也很考量整个市政府 在于未来台南市产业的总体全盘的规划能力 因为你如果缺乏了这个规划能力 或者是预估它未来的发展能力 其实你就很难去要求教育单位去衔接 因为教育单位很考量的一件事 是我教育出来的人 有没有就业机会 如果这两部分可以有效的整合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产业跟教育才有可能被配套在一起处理 所以它的很重要的考量是在于我们的政府 有没有能力去评量产业未来的发展性 好 我先做以上的回应 谢谢 因为今天是在非常紧凑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边做个结束 那现在的时间是11点5分左右 那因为稍微需要换个场 然后稍微整理一下 那所以到11点10分之前 就是大家可以稍微自由活动一下 我们11点10分正式进入下一个议程 谢谢